首先继续我们的美丽中国暑期热销费特别报道 这个暑期科普盐学游这一寓教于游的教学方式 是受到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河南安阳作为国家首批的 十个中国盐学旅游目的地的城市之一 今年推出了哪些新场景 新玩法 我们跟随记者去看看 殷墟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 在近百年的考古中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陶器 玉器 甲骨文 现在殷墟景区的盐学园地 推出了以殷商文化为背景的考古体验课 现场老师们为学生准备了 各种各样的考古工具 来到这里 怎么能不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寻宝之旅呢 玩到了一个甲骨片 这里就是殷墟回田的池院移植 工作人员会事先放入一些纺织的青铜器和甲骨片 然后学生们根据原学老师介绍的考古知识 以及考古工具的使用方法 然后变身为小小的考古学家 来到模拟的体验区进行考古发掘体验 我们复原了一个商代的考古发掘现场 让他们通过这个课程了解到 我们中国百年考古的一些知识 孩子们通过这个考古的体验 可以体会到考古中间的艰辛 从考古体验课上出来 来到殷墟的考古科学体验馆 这里以考古方式为主线 设置了考古太险 海洋考古 建筑考古 飞行剧场等11个不同板块的沉浸式场景 就感觉这个3D效果非常逼真 让人就是身临其境 感觉融入了进去 然后这样学起来呢 也更有趣 这里布置了许多的考古现场 让我沉浸式地体验到了考古的氛围 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课本以外的知识 安阳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 暑期期间还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多彩的文字研学活动 在中国文字博物馆里 甲骨文书法 踏印 雕板印刷 文字滑融道等 深受学生们喜欢 将纸张紧贴在甲骨片的复制品之上 然后用踏包 占取适量的墨汁 均匀地拍打 等到干燥之后呢 就能得到一张甲骨文踏片 认识了许多的甲骨文 也了解了汉字的发展 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探究式学习的方式 同时融合了多种互动参与体验的项目 截止到2024年的7月份 我们已经接待了全国各地的这种研学团队 大约是19万人 大家都有了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文字的了解和认识